嗨大家好,我是巴美 最近天气真的越来越冷了 我这里这两天都已经接近零度了 不知道大家那边冷不冷 然后这两天天气越冷 就感觉越想吃冰的东西 昨天晚上我还在一边泡脚 一边吃着甜桶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感觉冬天吃冰淇淋会更加过瘾 今天我准备来做一个 应该算是法式的甜品 这种法棍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 小时候看电视剧里面那些成功人士 都会抱着两根法棍 而且是用牛皮纸袋装的那种 就像我现在讲 法国人还把他申请了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过今天我准备来做的 有点不一样 是冰法棍 那首先要来做法棍面包 想要做一个外面吃起来 还会有一点酥脆 但是里面又比较柔软 有弹性的那种 这里是高筋面粉加低筋面粉 比例是7比3 加糖 盐 然后加入液体的部分 水 淡奶油 还有一点点糖浆 我准备来加一点 太非真果糖浆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会有一点圣诞的感觉 先用低速把所有的料搅匀 然后加入酵母 我放的这个是鲜酵母 完整的食谱 我都会放在视频的最后 第一次揉到这样子 可以拉出一个比较粗糙的膜 然后盖上一个保鲜膜 让它先静置半个小时 松弛半个小时之后 再把黄油加进去 这个黄油要记得提前 再室温软化 然后继续揉到 可以拉出一张 比较光滑的膜就可以了 把这面团分成每个65克左右的小团子 整形 然后滚圆 整形好的面团 再给它松弛半个小时 还剩下一小坨 捏成了一个圆圆的东西 松弛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来擀它了 先擀成牛舌状 然后把它这样子擀开 卷起来 差不多每一个的长度是12厘米 卷好之后 裹一点玉米淀粉 拿去进行二次发酵 这个发酵的时候 最好要湿度高一点的那种 那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奶油芝士的馅料 等下要灌到那个法棍面包里 有点像冰面包的法棍版 准备奶油奶酪 奶油奶酪要提前回温软化 用打蛋器稍微打一下 很容易打发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延展性很好 很顺滑 再来准备一点淡奶油 往里面加点糖 还有这个百栗甜酒 它奶油稍微打发一下 就跟这个奶油奶酪混到一起 很丝滑是不是 很浓的芝士味 加上那个百栗甜酒的香气 先放到冰箱里冷藏起来 面团发酵完以后 拿出你用来刮胡子的刀片 在这个上面划上三刀 一般建议是三连划着刀 不对 三刀连着划 烤箱预热200度烤20到24分钟 哇 这个发棍长得也太可爱了 而且好香啊 一共做了两盘 这个长得好丑 被我给割坏了 所以它已经不配挤入馅料了 那就把它切开看看 哇 外面好酥啊 哇 这面包直接吃也很好吃 烟凉之后来把这个馅料灌进去 用筷子划一下 给它戳出一个空间来 其实跟做冰面包是一样的 好重啊 切一个看看 哇 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哇 看起来还挺好吃的 喜欢我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点击小铃铛 即使获取最新影片 比达 来尝一下 刚做好的 哇 好像馅料又灌太多了 哇 好像馅料又灌太多了 哇 好吃 哇 外皮好酥 因为其实我放了很少的糖 它吃起来更多的就是 奶油芝士的味道 也不会觉得很甜 嗯 这外皮好好吃 这面包它里面还是很软的 然后外皮很脆 里面的馅料还是有点冰的 哇 嗯 哇 都滴下来了 果然还是我馅料挤太多了 每次都这样 其实这个冰面包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吃法 就是如果你一次做很多吃不完 你可以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起来 随时想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重新覆烤一下 那样子吃的时候 这个里面的馅料会有一点冰激凌的感觉 而且解冻后的馅料也不会有冰渣 如果你喜欢芝士味比较浓的这种冰面包的话 真的可以试试看 不过我觉得这个奶油芝士馅灌到普通的面包里面 应该也会很好吃 好 那这期冰法棍希望大家喜欢看的开心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收藏 下期见 拜拜